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周恩泽 我们又是在第一时间拿到了魅蓝刚刚发布的Note9这款手机 在今天的视频里我们来快速的快速的看一看这款手机的外观长什么样 以及一些主要的卖点 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紧张 大家看现在已经是1月6号的早上9点40了 我们在下午的时候这个视频就要发出去了 所以说没有办法带大家详细的体验这款手机的各个些微小的功能 我们大概的大概的说一说 首先正面还是魅族的老策略 这个白盒加上小蓝字 然后侧面写着魅族 我们拿到的颜色是幻黑色 对吧 我好像得到消息 这一次这款机器好像是具有三款不同的配色 一款是蓝色 一款叫浩白 一款叫幻黑 我们拿到的这个是幻黑色 现在给它打开看看 这还有一层层包裹 好 看这个小盒子装的相当的紧凑 我们先把机器拿出来 当然这款手机应该是一个定价千元左右的机型 因此我们看到包装盒里不会特别的丰富 首先这一个小册子说明书刚才有一个卡针 然后没了盒里没了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东西里面有一个插头 有一个数据线 数据线我就不看了 是一个Type-C的 应该是一个Type-C的数据线 然后这个插头写的是 9伏2A 18瓦的一个快充插头 我们把这些小配件先拿到一边 看看这手机本身 这款手机的上手感觉很轻 刚才看了一下资料是169克 169克 整体来说算是目前手机里比较轻了 当然也跟它的屏幕尺寸有关 这款手机的正面屏幕尺寸是6.2英寸 这个部分我觉得有一些冲突了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 比如说小米9这样的主流的手机 没有打Note旗舰标志的 它们的尺寸已经达到6.4寸 然后我这时候再拿出一个6.2寸的这个屏幕的尺寸的手机 说叫Note系列 稍微有一点点违和感 我们想给它开机 先把这个手机的膜撕掉 然后让大家看看这个真机 它这个黑色呢 从我目前实际啊 肉眼观察大法来看 它不是那种特别深邃的黑 有一点点介于黑色和深空灰色之间 就是它有一些那种 不通透的那个黑的感觉 就不是不好的不通透啊 主镜头呢是一枚4800万像素的 那个三星GM1的那个镜头 就是跟红米读的7是相同的 然后呢还有一枚副镜头 副镜头是用于虚化长相的 然后背部一枚指纹识别按键 然后底下写的是 美族 然后这个Assembled in China 然后Designed by美族 写的这些挺有笔格的 开机之前呢让先录入一个指纹啊 我好像有一阵子吧 没在后置指纹这种机器上体验了 但是我说实话 我对后置指纹真的没有很反感啊 反而我觉得后置指纹 首先它是电容式的指纹很快 同时呢 这个位置也是正好实质 稍微移动一下 就能够碰到的地方啊 所以我觉得后置指纹 大家觉得好像是后置指纹 影响了背盖的这个美观性 那我觉得还好 好 摄像画解锁 指纹解锁 看看这个系统版本现在到哪了 系统版本我们前两天还说 就是诺基亚那个全系手机 都已经升级到安卓派了 然后就是安卓9嘛 看看这个Flyme 我们看到这一次它写的安卓版本也是9了 那是不是这款手机已经升级到最新的系统版本了 然后这款手机在这个正面屏幕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水滴 大家能看到吗 当然了 它的非常非常小的水滴建立的基础上就是 它的顶部的边框稍微比较宽一些 我们现在看这款手机的正面啊 顶部边框呢 是第二款的 底部边框呢 是第一款的 两边的侧边呢 是比较窄的 整体看我觉得还行吧 毕竟它是一款千元机 我们不能拿比如说小米9啊 不能拿爱库啊 这种手机的正面去要求它 我看到这个宣传资料上写着 魅族又斥资800万 专门定制了这个前置的小刘海或者小水滴啊 我好像觉得这个魅族经常在宣传文案里写 我们自己定制了什么 定制了什么对吧 就为了突出和市场其他品牌产生这种差异化 这次呢正面屏幕是一个LCD的屏幕啊 大家看啊 在这个圆角过渡边缘也像所有LCD屏幕的手机一样 略微会出现一些色彩的这种啊 不均匀的表现导航件呢也依然是魅族 4000毫安时的电池另外呢在拍照上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4800万像素 以及它可以通过4800万像素啊进行这个多像素四合一的合成 生成一张大像素面积的1200万像素样张之外 这次呢魅兰的Note9还搭载了一个夜景模式啊 这好像是不是魅兰的第一款支持夜景模式的手机 我们也在这儿关灯给大家测试一下 好了现在大家看这个相机可能还稍微有点亮啊 但实际上亮度已经达到我这个亮度了 就是很暗了 然后呢我给它调到夜景模式 夜景模式在哪儿超级夜景 大家看到了吗 然后拍一下旁边这个钟啊 好了大家看一下 这个超级夜景呢对于一个千元机来说 我觉得效果可以了 当然你如果放大看的话 你会发现啊这个整体的轮廓啊 会有一些些啊损失的比较严重 但是考虑到这是一个千元机 以及它的这个成像效果能达到这样一个程度 我觉得可以 这款手机这次它的卖点总共就这么几个啊 还有一个游戏部分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它里边有一个hyper game对不对 终于软卷散发 大家没有采用turbo了 前一阵爱库那个手机发布里边 里边也带了六大turbo技术 对不对 配合上小米的turbo 与其于华为的turbo 我当时也说 turbo的发明者可以安息了 这次这款手机明显的对打机型 就是红米的note7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款手机的彩色版本 现在从黑色版本来看呢 可能在色彩上不如红米note7啊 怎么说 第一眼更打动人 但是那个蓝色版本我还是有一点点期待的 从我目前对于这款手机的资料啊 了解它的信息参数表了解 就我自己亲自上手的体验来看 我觉得这款手机和红米note7是完全有的打的 首先 Flyme本身和MIUI在国产手机定制化的安卓系统里 应该算是 不相上下的吧 就没有谁能够绝对赞赏谁 然后其次呢 这款手机在其他硬件环节上 基本和 红米note7是差不多的 包括它的屏幕显示啊 然后包括它的主镜头拍照啊 但是定价上 现在我还不知道这款手机定价多少钱 那我们考虑到红米note7 它的官方定价是999元起 对不对 因此我大胆预测 note9它的官方定价应该是 998.5元 好了 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因为时间太短了 给大家进行一个快速的简单的上手 然后看看外观 简单的计刷加卖点 关于这款手机更多更详细的资料 大家可以关注同学数码后续的报道 我是周恩泽 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